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这些话用在我的姥姥爷身上 其实并不浪漫 记得姥姥八十岁时 曾在家庭聚会上认真的说 如果我在年轻二十岁 我绝对和她离婚 其实我并不觉得 他们有什么深受大恨 但在他们的生活中 的确处处充斥了小斗针 我想斗针的根源 应该是老爷的独特处事之道吧 举个例子 因为健康问题 老爷是被禁烟的 不过他从来不用在乎这事 在他看来 只要不承认就是没吸嘛 不过为了避免正面冲突 老爷总是费尽心思地 把烟藏在各个地方 找烟 对于和他待过半个多世纪的姥姥来说 必然不是个事儿 我无法想象残忍的硝烟 到底对老爷的内心造成何等的伤害 这不仅是烟的问题 老爷对于节约这个词的理解 似乎比普通人来得更加淋漓精致 过期的时候 没有这个概念 为了所谓的节约 看上去时缓的老爷 有时候会有出人意料的敏捷 但就是这样的老爷 却经常会款待一些奇怪的陌生人 这导致买菜回家的姥姥经常会在开门的刹那得到各种惊喜 对于家人 老爷表达情感的方式更加匪夷所思 每周日七晨六点 我们必然会准时接到他的电话 然后他会干净利落地说三个字 没什么事儿 然后裹都卡掉 没啥事儿 没啥事儿 在他家的时候 老爷却从不打理我们 一直在人群中保持熟税的状态 不过啊 很多年后我才想起 我那别扭的老爷 一定是以自己的方式享受那一刻的幸福吧 晚餐结束 我们便要回到各自那个家 老爷会准时醒来和姥姥一起在窗后认真地看着我 这是我最熟悉的情景 这时候我总会回过头 用力挥舞着双臂 喊着下周再见 休整一夜 老两口明天又要回到继续斗争的生活了吧 时间就这样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不动深思地流淌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